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时候顽皮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断了一条腿 因此就有了瘸腿张的外号 因为瘸了一条腿 张友德一直找不到老婆 直到张友德35岁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逃荒的女人 算是勉强成了家 婚后的第二年 女人就给张友德生了一个胖娃娃 由于家里又多了一口人 张友德开始寻思 干点其他的副业 因为关靠种地 已经养不活一家老小了 于是张友德就想到了做豆腐卖钱 没想到张友德这人非常聪明 没几天就掌握了做豆腐的全部要领 而且张友德做的豆腐确实不错 水水嫩嫩 入口即化 后来张友德就和妻子俩一起开了一家豆腐店 招牌名就叫瘸腿张豆腐房 虽然开了家豆腐店可以养活一家老小 但是每月还是存不到什么钱 毕竟这个村子也就十几户人家 然后张友德有了新的打算 利用早上的时间将豆腐卖一部分到隔壁的村子 这天早上 妻子齐完了 等豆腐打包完出门的时候 天稍微有些亮了 张友德有些着急了 现在这个时间怕是赶不上早急了 如果赶个晚急的话 豆腐就卖不完了 于是张友德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咬咬牙走小路 这条小路张友德平时不敢走的 因为是乱坟岗 大概走了一个小时后 张友德看见路边有个大户人家 门口张灯结彩 好不热了 张友德有些诧异 记得这附近没有大户人家 这时一位大叔突然挥手招呼张友德 张友德快不走上前 谦卑地问 你好 我们认识吗 大叔吓着说 我们是没见过 不过我知道你们家的豆腐很好吃 今天我儿子结婚 你的豆腐我全买了 张友德一听高兴坏了 从来没有碰上如此扩皱的煮 于是张友德就给大叔打了个折 全当是给孩子做贺利了 收完钱准备离开的时候 大叔居然拉住了张友德 既然我们有缘 今天留在这里吃饭吧 盛情难却 张友德只好答应了 坐下来后 张友德愣住了 满桌子都是好吃的 鸡鸭鱼什么都有 光是看看就大饱眼福 开席后 张友德抓起一只大鸡腿 狼吞虎咽起来 可奇怪的是旁边的两个小哥 坐在那里都不怎么动筷子 他们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 看起来不像是来参加喜宴的 这时张友德想起了另一个问题 自己还没向主人敬酒了 于是端着酒杯走到了大叔面前 这位大叔 今天是你儿子大喜的日子 我敬你一杯 结果大叔坐着一动不动 似乎没有察觉到张友德过来敬酒 然后张友德提高音量又说了一遍 大叔还是不回头 这么不给面子嘛 张友德一边小声嘀咕 一边推了推大叔 结果发现大叔的身上没有肉 感觉是摸在骨头上 接着张友德扫了一眼桌子 桌上的菜不是什么大鱼大肉 而是一些发臭的泥土和一些恶心的虫子 没等张友德反应过来 大叔突然掌握头 那是一颗枯了头 上面还爬满了蠕动的蛆虫 张友德下了连退几步 然后倒在地上就晕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张友德被妻子和村民们唤醒了 张友德缓了几分钟 准备张嘴说话的时候 妻子急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不让他说其他的村民也不敢多问 急忙将张友德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妻子就告诉张友德 早上你出门 一直到天黑都没有回来 我有点担心就和几个村民走小路去找你 结果在暖坟岗那里找到了你 当时你睡在坟包旁边 嘴里还塞满了泥土 说完张友德摸了摸口袋 发现里面只有一些枯树叶 但那两袋豆腐确实不见了 此时张友德吓出了一声冷汗 自己没有做梦之前遇到的事情都是真的 随后几天张友德只要一吃东西就会忍不住呕吐 吐出来的都是一些泥土 等身体恢复正常后 张友德继续做起了豆腐生意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开业生意比之前更好了 因为不少顾客都是从其他村子慕名而来的 原来张友德遇鬼的事情被村民们传开后 村民们就各种添油加醋 说张友德做的豆腐非常好吃 连鬼都想吃 一传十十传百附近几个村子都知道了 现在不用张友德起早赶集 其他村子的村民都上门来购买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的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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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